一大堆現金擺在桌上 無冬町嘉義市議員 郝酸林王冠軍 拿出100萬獎金主称 歡迎民眾減計差費 王冠軍最近給民眾說 用4千塊買4票不息的謠言來栽種 競選團隊已經向警方報案 王冠軍也就著 絕對沒有買票的情形 只要有人可以證明 自己還是家裡的人佔錢買票 就能拿出獎金100萬 今天感覺表示深深的遺憾 居然會有人拿到別人的錢 講出是王冠軍買的票 我覺得說真的是今天勇敢的站出來 就是捍衛自己的清白 那冠軍今天也有提出 我們100萬的檢舉獎金 就是說我們要勇敢的站出來 希望就是說大家不要聽信外面的謠言 說王冠軍出來買票 最近幾禮拜有人留團王冠軍拿錢買票 競選團隊報警並且找到董事林來了解 董事林馬上開口說是5團 不過不是的謠言已經執行好選人的困擾 競選團隊決定提供 律師唐光明表示 選舉的時候亂團不是謠言 恐怕已經違反選舉不免法 100空四條 上黨可以破五年以下 尤其逗行 這100萬是由放在我 唐光明律師事務所 保管 那這個100萬部分就是說 如果從現在開始到投票日當天 那如果說有人再去造謠 就是冠軍他有所謂的會選的情況 那這個會觸犯這個選罷法 104條 就是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 那散佈謠言 還有這個不實的事項 諸生損害公眾於他人 那這個會判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加基市議員好選人王冠軍 拿出自己欠的100萬 高郵律師保管 動罪的檢舉賬金 就只要請負參選 絕對不會買票 競選團隊提供 希望高郵司法來證明自己的請負 那是民眾可以證明王冠軍有回選 除了可以拿到政府的檢舉賬金 還可以向律師來領這100萬 記者就是選蔡宏寶德 記者就是選蔡宏寶德